请听第三种声音 我是季慧荣 欢迎收看NGO观点 这个礼拜最受瞩目的应该是职棒签读案 但是大家知道职棒的选手张宏亮 在他的家里就起出了上万颗的摇头丸 其实在台湾每一个估计 据这个估计说每天大概有上亿元的毒品交易 这个有这么严重吗 现在也统计出来我们的校园 这个安非他命 尤其是K他命的成长量 已经成长16倍 吸毒人口就是说被关到监狱里面 大概有一万多人 可是到97年 这大概十年之间 现在已经四万七千多人 那这样的一个成长数据 其实吓死人很快 而且四倍的成长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牧师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样子 台湾真的有这么多的吸毒人口 还是这只是表面上还有更多的一个吸毒人口 如果从官方的统计来看的话 我想隐信的还有一些没有被揭露出来的 所以我的看法是还会更多 所以大概多少 你有没有预估过 我早期估计大概有五十万 五十万 台湾这么多的吸毒人口 刚预估大概有五十万 是不是一点都不离谱 看你怎么定义吸毒的范围多大 从医疗的观点来讲 撑影的东西 烟酒都算进去 台湾是几百万人 在用 只是我们把法令切割在说 毒品 这个毒品我们要认真管 不是毒品的 我们好像漠视它 让它继续存在 其实两个都造成很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所以我觉得五十万人预估 如果把我们现在的定义 说非法的 应该有哪个数字 对 所以其实我也很想问洪牧师 因为你是过来人 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一些经验 为什么这么多的吸毒人口 那台湾为什么会成长得这么快 是因为大家苦闷 还是因为什么 我从早期我们成瘾的过程来看的话 早期呢 它被区隔在所谓的 比较属于地方 班派里面分子才会 有用药的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跟取得可能性 但是慢慢慢慢的 到我这个年代 我在六年代的时候 我已经在校园里面 其实我是校园感染的 所以校园有同学叫你吸 对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已经在同学当中 我已经开始染上了毒品 所以这样有多久 14年的时间 所以吸到最高级的毒品 像海洛因 古科检都吸了 在那时候我们只有海洛因 连海洛因都没有 只有马灰 马灰 对 那慢慢慢慢 其实所谓的 我们在台湾来讲 最高等级的 大概就是海洛因 那从我们过去到现在的层次 已经不是被划分成说 只有单一的一个层次而已 慢慢的已经到了我的学生 到了我们在做 我在做福音戒毒的时候 我发现的 他并不是一个区块 而是前面的扩展开来 学生为了要面对科业的压力 晚上要熬夜 他吸安维他命 司机他为了要熬夜 他是安维他命 所以有很多的问题呈现出来 他本身他的需求 他对药物的需求 才产生了这样的问题 所以大概你觉得最大原因 是因为对药物的需求 那包括他自己家庭的一些困难 或者是经济的压力 这些都不是原因 不是 当然他只是一个小小的 我想跟他讲说 对药物的需求 只是一个小小的点 那如果我们从整个来讲 我们探讨的话 应该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当然吸毒 他的诱因有很多 比方说家庭问题 社会问题 国家问题 教育问题 这一些都是一些问题 所带来的 所以我也很想请教 就是说当时 你这样子吸了14年 中间是不是也都很想走出来 但是都很困难 对不对 我曾经用戒毒的方法 不下几十种 我自己也把自己捆起来绑起来 自己跑到深山里去 我曾经也自己离开台湾本岛 我说我到绿岛去住个几年 都没有用 最后还是到监林里面去 也出来也是照样在用 最后我是请我的家人 就是干脆把我关在家里面算了 我永远不出来 我就永远不吸毒 其实吸毒大家都知道很可怕 但是他可怕就是变成成癮性 所以洪牧师 当时在那个成癮性 是几乎完全很难自我控制 对不对 刚刚几个的自白 在我们当时在打毒品的时候 我们都只是一个观念 就是我可以胜过他的 我只要用几天 我可能一个礼拜之后 我就可以这样 我就会不吸了 但是当那个毒钩一钩住的时候 你想脱就脱不了 一开始吸毒的时候 你会有心快的感觉 其实到后来 我差不多从半年之后 我吸毒都不是为了快感 所以那个快感 大概只有半年而已 之后 十几年都是为了接瘾 痛苦 身体的瘾开始在来的时候 身体就开始会反应 上肚下泄啦 睡不着啦 这个时候就会很疯狂的 去找菌导毒病 所以每一针都是只是治疗 不过在台湾 过去对毒品 其实我们有分一级 二级三级四级 这样的一个毒品 那在校园里面最流行的是 所谓的K他命 它是属于三级的 那K他命吸了以后 我们过去呢 是吸食者并没有刑法 也就是说它并不会被处罚 所以三级四级 包括蝴蝶片也不会被处罚 所以校园里面 现在成长得非常快速 那只是最近修法了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毒品 就是大麻 因为大麻有很多人认为 他不会成瘾 所以呢 包括有很多的外籍老师 可能自己种啊 自己他们在国外认为 这是合法的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 那个组长 你这边看到的就是说大麻 是不是它的成瘾性没有那么高 大麻的成瘾性 比起其他的一级毒品 二级毒品 当然来得低一点 但是在我们的 说统计来 就是说在乡下 当然这个很少 但是只要有接触过 大概就是入门毒品 它大概就是一直进阶 进几进几 从大麻进几到 海洛因 氨非他命 海洛因 一直往上进几 它是一个入门 所以它是一个入门的 一个药 是的 因为你会想要去追求 更高的心快感 因为那个心快感 可以帮助你 缩解掉你所有的身心压力 它不舒服 跟生活的挫折 人际的挫折 所以刚刚安宜也讲嘛 在明星里面 他们认为大麻不算什么 可是那个其实刚刚 这个组长有讲 它就是一个晋级的 所以对你们来 你来看 就是说是不是在明星里面 持有大麻是非常普遍的 之前大家有 如果印象有深刻的话 就记得那个 于天的儿子 有没有 于向全 曾经在路上 被警察领检的时候 他根本不觉得 因为他是从国外回来的 ABC 他在加拿大很多年 所以他那时候 掏出那个烟河的时候 他根本没有意识到 他身上有大麻 在台湾是违禁品 对所以他很自然拿出来 就大家都笑他 后来就每个都笑他 说你自己把那个大麻 拿给警察检查 怎么回事这样 因为他不认为这是 就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觉得圈子里面 像之前爆发的很多艺人 他们吸食或者是持有大麻 其实都是因为取得很容易 那比如说 第一个他们 他们比较有钱 可能还可以自己种 自己种可能比较少啦 但没有时间 但是他们 比如说出国啦等等 那还有就是 其实艺人的交友广阔嘛 像比如说他们到夜店去玩 那可能他们都不会跟我们 就是一般的人一起玩 他们可能都屁事独立这样子 那可能就会有 当中就会有人拿出来说 你看这是最近我从哪边带回来的 或怎么样 那其实没有尝试过的人都好奇嘛 就是第一次可能是一两口 就会了好奇就开始用了 那其实对 这种状况其实蛮常见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大麻在台湾 是被列为二级毒品 那刚刚我们邮组长也特别提 它是一个入门的一个药 就是也是算是药 就会让大家就开始尝试着 更重的一些毒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国外他们怎么样来看 它是合法的 还是各国都不一样 在荷兰 一个毒品有条件 它是一个有条件的合法国 在1976年就设了合法 吸食大麻的咖啡厅 所以在咖啡厅可以买得到 甚至有大麻的得来数 也就是像那个开车 就可以很快速的买到 那澳洲呢 是在2001年 雪梨就成立了毒品宽容市 所以毒瘾者在医护人员的督导下 它就可以合法施党 那在德国呢 七个城市设有700个合法的据点 葡萄牙呢 它是通过这个吸食和持有毒品 不是被视为刑事犯罪 但需要缴罚款 好 那瑞士西班牙意大利 都是可以吸这种大麻 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美国呢 它在1970年 各州就陆续公投 试着要让大麻合法 只是遭联邦最高法院撤毁 所以各国状况不一样 那台湾呢 在今年就把这个毒品的一个界定 在三四级 他们就是要被罚款 我们来看一下 在11月20号 已经开始要实行了 就是最近要实行 就是毒品危害的修正条例 我们看到 在持有第三第四级 就是K他命或者是蝴蝶片 处新台币1万到5万的罚款 那并且接受4到8小时的奖息 那持有者会K他命要处3年以下 并且有20公克以上的一粒棉 这个一粒棉以下有期徒刑 所以它是变加重了 所以我想问一下苏主任 这样的一个修法 你觉得它是应该的 因为好像是说 本来三四级 我吸的话是没事 现在有事了 这样子是不是加重了刑罚 应该是讲说 这样的规定是对于 三四级的使用行为 开始有处罚的规定 那处罚规定的目的是 为了要嚇阻人家不要去用 所以你是赞成的 应该要有这样的规定 可以补充一下 刚刚你讲的大麻 其实各个国家对于大麻 并不是说它合法 包括欧洲 包括北欧 包括美国 并没有说大麻是合法的东西 是可以说 是 针对于 本来就有相当大麻的使用状况 他们认为以处罚的状况 造成社会更大的伤害 所以这样反面的力量说 本来就有的东西 过当的处罚反而不好 所以在有点在扭转 美国现在在 这个很大的 这个debate 在这个 这个所谓医疗大麻的 有条件的医疗大麻 到底如何 是 可是台湾 现在就是说 本来不处罚 现在又要处罚 是加重 对 你觉得呢 这样有效吗 不知道要看执行的情形是怎么样 但是 包括三十级的这些的 使用行为本来就是不当的行为 那如果 我们对这个使用行为 完全不做任何处理的话 那对于青少年而言 对于第一次受环境影响 而开始接触的人而言 那个使用的人数会大幅上升 拿抽烟来讲 抽烟的人口太多 抽烟对身体没有任何帮助 它是会造成公共卫生的伤害 本来就是不好的东西 但是抽烟就是这么多 如果 刚才是假设了 如果抽烟要处罚 抽烟要观察乐节 我们台湾会变什么样子 并不是说抽烟不处罚 所以它就对 而是因为抽烟 我们如果做处罚 所造成的结果 可能无法忍受 那 那个三四级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这样处罚的方式 执行了之后 我们对于现况有没有改善 如果能改善 我觉得这是好的方式 好 洪牧师 你赞成这个 这样三四级要开始被处罚 包括罚缓 还有讲习 你觉得有效吗 我觉得 有一些比较强硬的措施 当然对这些 刚刚入门的这些 要吸毒者 或是说 还是说比较触患者 我觉得它应该有 喝足的作用 但是事实上 到了一种程度说到了 更深一级的话 我想这个喝足之后 就可能会消失了 好 牧师他们那边 每一个月帮助一个毒营者 是要花上万元 那而且至少要帮一年半以上 其实这个社会成本很高 那我们看到 毒品的交易在台湾 每天可以到上亿元 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利益共犯结构 我们政府应该怎么样面对 毒品的交易在台湾 我想这是我们非常要面对的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